幸好這次的宣傳活動 還有一個亮點, 就是開啟 聽說是Hidy的想法, 是嗎? 大小姐, 我只是給一點意見 其實具體策劃也是David 平日你也有的 年輕有創意, 而且做人很謙虛 你不僅是陳寶圖 還是我們接龍的明日之星 高巴菲 你也是時候要好好反省一下 你做了這麼多年, 還不如一個新人? 對不起, 大小姐 下一個月還有新一輪的宣傳計劃 要做好一點, 不要令我失望 知道, 大小姐 怎麼了? 怎麼搞的? 剛才那個中年癲婆 擺明就在雞蛋裡挑骨頭 David姐, 你為什麼不反駁她? 她也不給我機會解釋 不過想起來, 我覺得大小姐說得對 對, 我這次的宣傳活動 真的有參考過去年的感謝祭 內容差不多 你因為看到去年的效果好 所以你誠誠追求搞個SIMLA 但你… 可能我再創新一點, 消量會高一點? 有時候我也會在這裡想 我們做得久了 會不會這樣就墨守成規, 習慣了手勢 所以事情重複就算了? 還有, 可能在創新方面 我們應該向新人學習 當然不是, 我要向你們學習 要努力一點才不會辜負 大小姐的期望 我也要再努力一點 讓大小姐爭取 你們是不是入了邪教? 怎麼樣?你們可以下單了嗎? 我勝出了我的文件 差一點沒搞定 我也突然有下一季的宣傳想法 我也想去做事, 一起吧 好… 那我也一起了 不用了 你們不介意我禁止今晚的慶功飯吧 這樣嗎? 聽完大小姐說之後 我真的覺得我們沒資格去祝賀 我們可以再偷懶 今晚一起去職業 爭取再創街職 我才知道我經過陳寶圖 我發覺他們個個都很努力做事 不然我看錯時間了 你真的看到他們個個都很勤力嗎? 那就是證明我的新招數是得和 什麼新招數? 我的新招數就是來自爸爸的著作 親生兒子要出氣袋, 竹子龍敢威 爸爸何時出了一本這樣的書? 你沒見過吧, 爸爸把他收得很賣 我相信一定是爸爸治理公司的心得 全部都放在裡面 我來看看 我把他藏起來了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 但為什麼這個書名這麼有趣? 什麼意思? 這個書名就是整本書內容裡面的精髓 書裡面有提到做老闆的 要在每一個團隊裡面 都選一個親生兒子和出氣袋 親生兒子做什麼? 就算做錯了就好了 都要不停地讚賞他和鼓勵他 而出氣袋就是無論他做得多好都好 都要踩他和批評他 這樣做就可以挑起團隊裡面的內部競爭 當親生兒子受到讚賞 自然就會更加有動力將事情越做越好 而出氣袋經常被人批評 他一定不放棄 就會更加勤力地去做事 而周邊的人看到他們這樣 個個都不會想做出氣袋 他們就會更加勤力 因為他們個個都想爭做親生兒子 這樣的話 親生兒子豈不是會像寵生嬌, 越做越騎? 相反我出氣袋就變得沒了動力 不做不錯 沒錯, 而爸爸也有提到這一點 兩個角色是不可以有固定人選的 老公, 其實我只是為他們好 如果他們不努力做事 公司沒有業績的話 他們哪有薪資? 醒來 被高層見到你們就糟了 我好精神 大小姐, 送總監,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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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早晨 對不起, 大小姐 我回到你會嚴程去 我沒睡晚睡 我很勤力地在做事 停 這位先生, 好生眠後眠 請你出事的員工證給我們 我忘記了, 慢著 她的樣子像之前新聞的那個詐騙版 又好像… 又好像… 馬漢, 請你一聲 馬漢 警察 警察已經到達了 天年診 你真是應該好好向馬漢學習 他只是撞彩 我替他做 剛才馬漢就擺明在這裡假裝睛睡 然後再讓壞人進來 吊意慶心 再出其不義地把他們抓住 馬漢, 我很明白你的部署 很好 大小姐, 你真是觀察入明 明白我的用心 你身為上司 為什麼你不明白你身邊下屬的屬性 然後再好好利用他的專長呢? 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隨時收看TVB最精彩的劇集和精華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就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吧